移民加拿大从哪个省走起来最靠谱呢 加拿大省提名项目啊 已经成为加拿大经济类的移民项目中最主流的移民项目了 目前纯靠联邦意义是很难卷出头了 那么加拿大省提名项目中哪个省份最靠谱呢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持派移民法律顾问摄景森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每周呢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和心得 欢迎关注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做一对一的沟通 省提名项目简称PNP 是加拿大所有省份的省提名项目的总称 每个省份设立PNP的时间要求目的都不一样 最早设立PNP的其实是草原三省中的曼省 曼省当时在它的战争年代啊 是非常重要的军事疏流和基地 因此当年的曼省比起其他省份并不差劲 可是和平的年代到来了 当地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导致大量年轻人流失 曼省的政府率先在1996年的时候 签署了曼利托巴移民法 并且在1998年推出第一个曼省省提名的计划 终于在1999年时候迎来了第一波418位新移民 其他省份受到了好处 纷纷效仿 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移民的省提名计划 那么在1998年 BC省和萨省仅随着曼省开始了他们的PNP 1999年 NB省NL省开始了PNP PER和育控地区也开始了 2002年NS省和阿尔布塔省开始了PNP 2005年安省也开始了他们的省提名计划 那么安省作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目的地 每年有大量的联邦移民流入多伦多地区 因此并不缺移民 较晚开始PNP也是正常的 但是安省移民局的效率很高 很快就推出了丰富的省提名项目 至今为止 安大略省也是加拿大10个省和3个地区当中 拥有最多PNP项目的身份 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将近90%的加拿大新移民都集中在了 安大略省BC省和魁北克省 直到21世纪之后 草原三省和海洋四省才意识到移民的好处 逐渐开始完善自己的省提名系统 但是由于这些省份的 他们在移民政策和经济上 已经远落后于发达省份 那他们的省政府只能寻求更新的方法 来吸引和留住移民 比如海洋四省推出的大西洋的移民计划 阿尔伯塔省也不讲武德 直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地铁站上打广告 以低房价吸引加拿大年轻人去搬到卡尔加里 那么安省和BC省的经济发达 人民安居乐业 各行各业都有发展的空间 城市的容纳性也较强 对于符合这两个省份条件的申请人 安省和BC省肯定也是移民的最优点 但是吸引了30多年移民之后 安省 魁省 BC这三个省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短期的饱和 尤其是多伦多 温哥华和蒙特利亚等地区 住房和生活环境的成本不断提高 为了不给本地居民增加更多的压力 政府便开始提高了移民的门槛 目前想要移民到这些省份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魁省说法语我们暂时不表 安省 BC省都要求申请不仅语言能力要过瘾 还有多年高纪人的等级的工作经验 或者在加拿大本地有一定的留学和工作经验 这样你的打分才具有优势 甚至对你的公司有要求 那么从现在的状况来看 申请人想要移民加拿大 如果自身条件一般 最好要避开安省和BC省 卷不动就要学会一条叫曲线旧国 草原三省和海洋四省的移民政策好 先移民过去才是正经事 那么在草原省份中 经济最发达的就是阿尔布拉省 这个省份的人口位列加拿大第四位 自然资源丰富 风景业秀丽 他们的经济和产业都相对发达 在海洋省份当中 辛斯科社省相对经济更发达更好 海洋省份都领海 虽然经济不如阿尔布拉省 但是下冬早晚的气候 都比草原省份要好一些 去欧洲购物旅游也比较近 当然加拿大的土地广阔 城市众多 哪个省份去做你的移民项目申请 还要按你个人和家庭的具体情况 才做些细致的分析了 你想去加拿大哪个省份呢 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让我们给你做个详细的移民评估 我呢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别忘了一键三年 关注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